比63比56击败了北京队取得了开门红 球队的核心一接连在西商休战四个多月之后 重新回到赛场上出战29分钟 他拿下了9分和6个篮板 但是同时也有全队最高的六次失误 广东一哥正在比赛当中寻找着自己的状态 在打完与新疆队的CBA总决赛之后 阿联就进入养伤期来修养自己的膝关节伤病 这中间没有系统的训练 也错过了国家队的比赛 全运会与北京这场是他休战四个多月之后 打的第一场正式比赛 九输战阵 一姐连在比赛开始之后明显并不适应 个人攻击当中走步为例 与新队友也配合不到一起 而整支球队也好不到哪里 班长 广东队就出现了高达15次失误 不到一礼拜时间的磨合 两个队在一起 肯定多少有点场上有点对大家的一些 应该说打出的默契还是不够 需要场上临时的去判断去调整 加上规则要两个年轻的场上 所以说整个第一场比赛开始就出现了失误 球打的不顺 阿联在比赛开始没多久 就被顶到了本就友伤的膝盖 一拳一拐地走下场 这也让大家捏了把汗 索性没有答案 北京队的新任主教练亚尼斯 曾是中国男篮的助理教练 对阿联的特点非常了解 他布置的防守针对性很强 就是增加身体接触 对抗 甚至是不惜犯规 所以阿联进攻端打得非常艰难 打了快两截球了 一分没得 全场还有局全队最高的六次失误 正常对抗都没问题 需要是 自己状态还是 比整个需要时间 需要多年比赛的去自我加强 那你重新回到这玩具比赛场 因为很长时间没打比赛 你觉得是新常过的 还在适应中 希望这个适应期能够短一点 直到第二节临近尾声 阿联才通过两次阀篮开了张 得分之后 阿联的感觉慢慢回来 利用招牌式的干拔跳投打三分成功 而朱燕熙这次动作比较大的犯规 彻底激怒了一戒联 他尚且与对方笔笨 随后 阿联接队友传球空切上篮得手 彻底呼出了郁闷了几乎一整场的闷气 广东队也好像突然醒了一样 在最后的四分钟内 李通外头不断得分 从而彻底锁定了胜利 但是显然 核心意见连以及全队的状态 很难让主教练尤纳斯美意 我已经说了 不简单了 一件年受伤 他回来 他练得不多 任军飞也是 周鹏也是 虞的豪也是 他们从国家队回来 我们只有四五次全队合练 把所有东西四五次练出来 很难的 很难不简单 控制住全队也很难 收藏比赛